Hello 大家好 本期的小课堂我们来讲一个MES解面的流程 安装MES成功之后 打开MES会出现MES的工具条 在使用之前我们先登录账号 这里我们通过QQ进行登录的 因为账号是已经激活过的 所以登录之后可以直接使用 接下来我们要选中剪面的模型 点击剪面优化的功能图标 然后点击剪面 现在显示的是100% 表示还没剪面 我们输入50 对模型剪50%的面的数量 我们可以预览如果剪了50% 模型现在的面数状态 也可以进行调整剪面到30% 当我们确定好要剪30%了 需要点击一下回车键 确定进行剪面 现在我们把已经剪面的当体模型 进行单独的导出 输入要导出的名字和导出的路径 这里的导出选项就不做解析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进行效果对比 打开导出的SU单体模型 就可以看到 这个模型是已经被剪面过的了 这个模型是已经被剪面过的了 这里面移开了 这个模型是已经被剪面过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